在疫情之后 出国的旅游热潮持续的畅旺 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想要规划来出国旅游 来看到这份调查 其实已经有超过91%的民众 今年是已经出国了 或是已经有计划出国 从旅游动向来看到的话 国外旅游的占比是达到了59.8% 是将近六成的数字 相较于官网署去年调查的出国旅游比率是24.2% 预估今年台湾民众出国旅游比率 还会进一步的提升 那这也导致国旅市场紧缩 如果进一步要归纳民众不想要国旅的十大原因 最多人认为说国内的住宿成本太高 这一点比率是最高的 达到72.9% 还有认为说国外旅游是比较便宜 而且相对更划算 这也占了六成四 显示国旅成本相对较高 是影响民众旅游意愿的关键 另外还有其他是减少国旅的因素 还包括了国内缺乏新的或是吸引人的景点 还有国旅游品质不满意 以及是国内物价过高等等 那再来看到的话是 国外的观光客如果来到台湾旅游 会最喜欢到哪里呢 当然就是体验我们台湾的夜市了 观光署公布说 外国的观光客曾经到访的夜市 主要大多都集中在台北市的夜市 其中士林夜市排名第一 其次呢是饶河夜市 还有宁夏夜市 那其中在南台湾高雄的六合夜市 是排名第四的 这也是台北市以外 最多外国观光客到访的夜市 那再来看到 如果说是受不了国内又湿又闷热的天气形态 还可以到哪些国家来避避暑 第一名呢是这个瑞士 它是著名的滑雪圣地 在这边的夏天同样是很凉爽 平均温度是在19到25度 再来是以壮观的冰川 火山还有北极光文明的冰岛 最后呢是比较接近我们台湾的 这个韩国冀州岛 因为它位于温带地区 气候不像台湾一样闷热 还可以体验潜水跟消暑的户外活动